当前国际形势可以说是变化莫测的,在如此严峻的现状之下,为了防止把权主义国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以避免弱国就要挨打的悲剧重演,我国必须加快人民海军的建设工作。 为我国海洋领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建设海军不仅是为了军事发展,也是在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说起海军,那么就不得不提水面上的三个佼佼者了,他们分别是003航母、075攻击舰和055A驱逐舰,003航母想象图。 最迟今年年底,国产攻击舰将会首先露面,它的标准排水量相当于两艘071登陆舰加在一起的吨位,整整3.8万吨。 众所周知,071登陆舰是目前世界上船务舱最大的一艘舰艇,而075的船务舱将会是它的两倍大。 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这意味着满排吨位的075将不逊色于美军的任何一艘攻击舰,它具备了非常强大的登陆能力和反潜能力,即使是作为指挥舰那也是绰绰有余的。 由于当前的形势和预算并不乐观,因此蓝领舰对于我国海军而言,还是非常奢侈的,那么第一批075很可能会被作为指挥舰使用。 美军塔拉级攻击舰003航母是当下的热门话题,有的人说,它已经进入船务,开始搭建小阻力了。 也有人说它早在5月8日就完成了入屋仪式,当然这些都仅仅只是猜测而已,毕竟无图无真相,一张手绘实景图,并不能说明什么。 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的是,003采取了分开建造的方式,先让船头母板入屋,再在船台上完成中部和尾部母板的拼装,最后将中部和尾部母板引入水中完成和船头母板的对接。 075-27登陆舰想象图003的吨位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8万吨,有人说8.8万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绝对是一艘吨位巨大的舰铁。 而据说003的2号舰已经进入了准备材料阶段,我们和印度不同,他们的航母准备了10年,才准备了一半材料,而我们的的2号舰估计已经准备了70%以上的材料了。 进度还是非常喜人的,江南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据说已经成立了海洋木边动力公司,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基地,当然大连也是绝对不会放弃当下两艘航母带来的优势的。 有人认为分段模式建造的航母,很可能在明年就会在大连亮相了,那么是否会带木边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第二批次的005也已经到了设计阶段,想必很快就会开始动工了。 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我国必须加快舰艇建造的速度,绝不能掉以清晰。